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市民之言》 2022年6月16日 轻轨营运年亏8亿要思考增收 轻轨公司公布去年营业年度报告 去年全年总收入为7.8亿多元 去年的收入同前年相比大幅减少近3亿元 去年全年度的税前亏损近5600万元 主要原因是轻轨公司向特区政府申请的财政援助大幅减少 即是说8亿多元的支出由全民埋单 可以预期10年营运近100亿元 而且未计新开通的营运路线 轻轨的面子工程一直可以亏损到几时 因为要更换电纜 轻轨去年10个多月 总在客量约50万多人次 票务相关收入约为284.4万元 假设无更换电纜 总客量约70万人次 票务收入亦只能约有400万元 相对8亿多元的政府支出 相仍见绝 当局说要提升商业元素 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曾表示 当局曾开标为轻轨站点增设汽水售卖机 但最终收到一个标 同该公司只愿意将有关售卖机放置 在其中一个站 指出并非当局不想引入商业元素 或私人投资 而是要面对商家对相关投资不感兴趣的现实 这个就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造成商家不愿投资 港村就是客量 和租金的问题 建造澳门轻轨的原意是好 为未能接驳到各大口岸和社区 在哄仔也未算到达社区 只能在民居外围下车 吸引不到居民使用 就只好寄望旅客使用 为目前每日大约2万人次的旅客 又有几多旅客使用 吸引不到居民旅客使用 其他都是空谈 环顾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 大部分都是赔钱项目 只有小部分 例如香港已开发完线上盖物业 同商场盈利 顾欧门的轻轨 逆利不开亏钱 唯有无效益 可否分流公共巴士的乘客数量 对比下亏损多少钱都值得 这个才是关键 当局一直说以轻轨作为主体号公共运输系统 应对未来出行需求 甚至预测日均数10万乘客量 指出西线覆盖旧区居住人口 未来若连接关闸 称谋和横琴口岸 较能解决居民出行 同疏度旅客 然而 当局没有讲明数据由哪到来 更何况目前公共巴士票价6元 使用澳门通城搭为3元 轻轨票价短程上算有竞争力 为远程的5元和3元对比起来 又有没有竞争力呢 到门地方狹小 轻轨再配合步行应是最佳之法 就如哄仔基马拉斯大马路行人天桥 可惜大花3、4亿元 落成后显得不伦不累 没有接驳沿途大厦 大失效用 我们期望当局可以吸取经验 日后发展步行系统可以规划得更好 优化现有环境 建造无障碍出行环境 合理根据步行需求建造新步行通道 令轻轨系统配合量好的步行系统覆盖更广 特区政府拍板 轻轨一定要起 预计500亿元的土建 同系统费用 再加一年10亿元的营运费 这个是可预期之事 在库房收入减少下 或停下来思考 这次公币支出是否合理 会不会长期负债 或者说轻轨西线可以不起 用公共巴士辅助 也是减少支出的可行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